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香港 香港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成为东西方经济贸易往来的中转站 就这样香港人都是贸易协会 既然是外贸协会 他们注重头发和皮鞋 俗话说头可断 发型不能乱 鞋可留 皮鞋不能不擦油 香港人特别有气质 因为他们的文化也很特别 兼具东西方的特点 东方的闷骚 西方的缺心眼 东方的煽情 西方的冷淡 东方的感性 西方的性感 香港虽然接近于西化 然而无论是保平安 求事业 问婚姻 疑难杂症 不孕不遇 不用愁都到寺庙去解忧 香港人很善良 几乎每个人都信仰宗教 比如说黄大仙庙就是那里香火最旺的寺庙 那帮人过去念完经还打和尚 我见过有香港人 佛像 菩萨 关公什么村什么增什么凤什么处一起拜 不过从统计学来说 这样做的确提高了被照的几率 香港男人追女人特别专业 基本上都能达到硕博连读的水平 然而甩女人就像甩手雷一样 文准很短平快 没有责任的香港人对大陆女孩尤其突出 手榴弹是贵 要是一块钱六个 我也是先生他们一百块的再说 香港人就像没家的孩子 眼睛里总是带着无奈的目光 尤其是香港人说再见的表情 你看 就像黑老大周润发临死刑前 告别妻子的最后一笑 香港人说话都很有特点 他们管自住餐叫饱肥 饱肥 管酒店式公寓叫蝌蚪 看蚪 管保险insurance叫因素 因素 管公寓楼apartment叫 拍门 管草莓叫什么什么梨 他们管球叫 那球鞋就是 那打球就是 踢球呢 踢球呢 赌球呢 当然这是开个玩笑 他们叫人名也很有喜感 比如说贝克汉姆叫 泰坦尼克号叫做 来个很短的 阿诺斯瓦辛格 阿诺斯瓦辛利家 他们管机器猫叫 叮当 他们管小草莓叫 咖喱鸡 他们管出租车叫做 的士 还有蛋挞 蛋挞 菠萝包 菠萝油 他们用数字来表示柠檬绿茶 领落 还有把咖啡和茶混在一起的奇怪东西 鸳鸯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科学的跟香港帅哥美女们交朋友 这不是我们的男主角吗 我们的男主角为此要做非常充分的准备 首先要让香港人觉得你既感性又性感 就像他们所说人生苦短必须性感 想要跟港人打成一片你要做个有气质的流氓 做个有品味的色狼 做个有知识的文盲 我们的男主角他需要一个凌乱的埋了巴 他的犀利发型 眼神里要透露出61.8%的迷离 要仰蜡状左右分别45度的来回看 这时候呢你还需要一个眼镜 什么眼镜呢 黑框的眼镜是最好了 当然你还需要一件shirt 最好就是这一种让人觉得你刚睡醒的样子 除此之外 你要会讲香港式的果东话 欧桶斑翻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香港的朋友他们好像认识 哎是情侣吗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吗 他们好像在聊些什么 哎我们的男主角进来了 他也穿这件黑衣服 难道这是巧合吗 这个时候呢 你想要跟他们交朋友 你就要使出必杀计 我是美国大 这样子让他觉得你有国际化事业 我读engine 哎这样让他觉得你是工程专业的 掌握了全世界 跟我一起去跑啊 这让他觉得你有社会人文修养 你看他给你握了握手 觉得你这个朋友值得交 当你们聊得正欢的时候 如果你想进一步去追香港女生 寄港女的话 你需要使出你的超臂杀机 让他知道你九岁博栏全书 二十岁达到人生的顶峰 而且呢你还要让他知道 你有东部沿海户口 这样才能博得他的好感 这时候你要这么说 我最本身 或者说呢 浅水温 哎看起来他对你反应还不错 一切去都不 他微笑地点了点头 他真的想跟你走了 哎就是这样 你成功了 你回来给大家露出了胜利的表情 曾经有一段很true的love 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增值 当我lose那时 我才后悔莫及 人世间最pain的东西 莫过于此 如果那天可以给多一次chance我 我会对他去说 I love you 如果是都要在这段爱情 加个贪明 我希望是一万年 了 谢谢大家